大家好,我是AZM的頻道,歡迎回到荒唐女子LJ的頻道 今天我們要來講子音2020版 今天我們要講的是子音 韓文裡面總共有19個子音 那其實子音本身是有排列順序的 就像英文字母ABCD一樣 那它的排列順序長這樣 但是今天呢,我不會按照這個順序 講會把它拆開來分類 把發聲位置一樣的放在一起講 我覺得這樣子會比較清楚 在講子音之前先跟大家說一個概念 就是世宗大王在創造這些子音的時候 是根據它的發聲位置 去畫出子音的形狀 大家可以看一下這張圖 所以其實子音的形狀就代表了它發聲的位置 好,那我們先來看第一組 有這三個 那你們應該有發現它們三個長得很像對不對 它們三個有一個共通點 都是有一個長得像直角的東西 那麼這一組呢,叫做 軟鱷音 它發聲的時候呢 是用你舌根的後面 跟軟鱷中間的空隙 調節所發出來的聲音 我們先來看最上面的這一個 這個子音的名字叫做 每一個子音都有它的名字 名字要不要背這件事情 我覺得在你對子音的聲音完全毫無概念的時候呢 先記它的聲音比較重要 那你子音全部都熟悉之後呢 你再去記它的名字啦 這個字呢,它發出來的聲音是 它是一個氣音 那這個字呢,也是一個平音 什麼意思呢 就是它發音的時候要是平平的 那我們現在把它加上母音 K 阿 合起來之後 就變成 卡 卡 卡 我們剛剛說這個字是一個平音 所以當你在發音的時候 你要想像 我念這個字的時候 要拉出一個水平的隱形 看不見的先 卡 這樣子 有一些課本上它會告訴你說 平音在字首的時候呢 發 是無聲的 在非字首的時候發 是有聲的 所以當我現在如果有兩個 一樣的字 這個時候它會念成 但是如果你把這兩個字拿去問韓國人說 欸為什麼它是兩個發音呢 韓國人會回答你說 這時候你的內心小劇場就爆發 你就會覺得 天啊 怎麼可能會是兩個一樣的音 我們明明就聽到 卡 一個有聲一個無聲 為什麼韓國人覺得是同一個音 我的耳朵壞掉了嗎 為什麼韓國人覺得它是同一個音呢 大家可以點開資訊欄 有一篇FB的貼文 這個文章呢 是卡永老師寫的 裡面有解釋為什麼韓國人覺得是一個音 但是外國人卻覺得是兩個音 之前我有問過卡永老師 因為其實我是想要把這個概念放在影片裡的 但是因為老師有一些他的規劃呢 就暫時不便放在影片裡面 所以大家就自己點進去貼文看囉 接著下來下一個子音 叫做 記憶 記憶這一個字呢 是一個基因或是送氣音 所以它發出來的氣流 比前面的記憶還要來了再更多 這個字念作 你們應該有發現 中間的這個是 應該很明確的聽得出來氣流的聲音有所不同 對吧 那我們一樣把它加上母音阿 那在念這個字的時候有一個小訣竅 就是它念起來的聲音比較短 然後有一點類似我們中文四聲往下念的概念 為什麼不直接講是中文四聲的概念阿 因為韓文其實是沒有像中文一樣一二三四聲 它只是類似它的發音 但是它並不是每一次都會這樣子唸 單獨唸它跟進到單字裡面的時候 其實它唸起來的音調的感覺會有一點不太一樣 所以才會跟大家說是接近四聲 但不等同於是四聲喔 所以這個字會唸成 卡 卡 你們有聽出來了嗎 卡 卡 卡 它們兩個聲音其實是有所不同的 那怎麼樣來練習這兩個聲音呢 第一個你可以用你的手放在你的嘴巴前面 那你先唸出 卡 卡 你會感受到氣碰到你的手上嘛 接著你再唸 卡 卡 這個時候你會非常明顯的感受到那個氣流是 砰 所以這個基因的氣流是比較多的 假設氣流的強度是1到10的話 那上面的這一個呢大概差不多是7分左右 那中間的這一個它就是10分 你就是想像我要讓麥克風爆音的那種感覺 那還有另外一個練習的方法大家可以準備一張紙 這個方法呢是之前我跟Soyu拍片的時候他分享給大家的 我們在練卡跟卡的時候其實氣流送出去不同 紙張震動的幅度也會有所不同喔 所以我們現在先從卡開始 那大家可能要注意看一下喔 卡 卡 卡 你們有看到紙張有微微的震動嗎 微微的 那接著下來我們念基因的時候呢 卡 卡 你們有看到紙張震動的幅度比較大一點點嗎 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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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這樣有沒有很明確 所以呢 卡跟卡發出來的氣流的強度是不一樣的 接著下來我們來看第三個 這個紙音的名字叫做三行 你們可以發現它其實就是第一個字的雙胞胎 所以這個叫做雙紙音 同時它又叫做硬音 顧名思義它就是要聽起來很硬 所以這個字是發 G G 所以我們一樣把它加上阿 G 阿 它就會念成 卡 卡 那麼這個字在念的時候跟基因一樣 它會有一點點接近中文像四聲這樣的感覺 然後它會變得稍微短一點點往下唸的感覺 Ga Ga 當你唸Ga的時候是完全不會有氣流的 你們可以現在試試看 Ga Ga 你的手是完全不會感受到有任何氣流碰觸到的感覺 卡 卡 Ga 第二組的紙音 這三個一樣它們也是長得蠻像的 那這一組呢是一個舌尖音 所以它發音的時候呢是利用你的舌尖跟你上排牙齒後面的這個空間 來調節所發出的聲音 所以這個發聲的重點是你的舌尖 那我們先來看上面的第一個 這個字叫做TiGa 它發出來的聲音是T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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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一樣把它加上母音 我們來加E好了 T E 就会念成 T T 一样它是平音 所以是平平的拉出一个隐形的水平线 T 延续刚刚前面讲的观念 两个字放在一起的时候呢 它会念成 TD TD 再来中间的这一个 它一样比上面多了那个一痕嘛 它是基因 所以它送出来的气流 比上面那个还要多 它就会是 T T T 如果你在家里练习 T T 这个字的时候你会发现 口水好像要喷出来 那是正常的 因为呢它是一个舌尖音 所以当你在发声的时候 你要把气流很强的送出去的时候呢 你的口水其实会有一点要喷出来的感觉 你会觉得这两侧口水会挂在这里 好我们现在一样加上母音 那请大家记得 基因在念的时候呢 是稍微短一点点 类似像中文四声往下的概念 所以呢它会念成 最下面的这一个呢 它是一个双子音 它的名字叫做 那它有两个顾名 所以它要听起来硬硬的 所以它会是 一样把它加上母音 一之后它就会念成 那我们把这三个字念一次 第三组 的三个呢叫做双唇音 所以它发声的概念呢就是空气碰到你的上下唇之后所发出来的声音 那我们先来看上面的第一个 那我们先来看上面的第一个这个叫做皮 它的声音是 平平的 所以我们一样把它加上母音 所以它就会念成 那么一样的当它有两个字的时候呢它会念成 那你在发音的时候你应该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 你看嘴唇会闭起来再打开 所以当你嘴唇闭起来打开又发出声音的时候呢 气流碰到上下唇的时候就会发出 啵啵 重点就是你的嘴唇要闭起来再打开 啵啵 再来中间的这一个叫做 Q 所以一样的它比上面的那个还要再多更多的气流 所以它是 啵啵 所以我们一样加上 O之后它就会念成 啵 啵 那你们应该可以很明确的听出来 啵 跟 啵 啵 那个啵的声音相对来说比较多一点点 就是一个要让麦克风爆音的那种感觉 啵 最下面的这个呢叫做 Sangbil 它是印音 所以它是发出 啵 啵 听起来很硬的声音 一样加上O之后它就会念成 啵 啵 所以这三个音分别念成 啵 啵 啵 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第四组 Ceo 这个字呢 它是一个经由牙齿摩擦所发出来的舌尖摩擦音 那它发生的时候呢 你会很明确的感受到气流通过你的上下排牙齿中间 所以大家先发出一个 Ss Ss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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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如果以比例上來說呢 假設100好了 這個s的聲音大概佔差不多95 那那個s的聲音大概只佔5%而已 所以它其實是一個對我們來講有點難以發音的字 所以我們現在一樣把它加上母音 那我們把s加上a 它就會唸成 那你們會發現 這個字聽起來會有一點點那個s的聲音 但是請記住它的原則上 還是以那個s的聲音為主 所以如果你發成s就不對了 它要唸成s s 再來右邊的這一個呢是sang xiu 它是硬音 那一樣它就是一個變短變重的感覺 那我們一樣把它加上a之後呢 變短變重它就會唸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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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u這一個呢它就沒有所謂的字首 以及非字首的差別了 最後這一組呢它們是硬耳音 所以它發音的時候呢是利用你的舌面 跟你的硬耳調節來發音的 好那我們先來看第一個 這個字叫做 其語 這個字呢是發出sss的聲音 那它有一點點像是我們中文的7那樣子的感覺 那我們現在呢一樣把它加上一個母音來唸 加上a 水核在一起就會念 因為它是平音 所以記得它是一個平平的拉出水平線陰形線的概念 再將來中間的這個呢它叫做 所以一樣的它發出來的氣流比前面的那個還要多 它就會是 你也是會感覺口水好像快要噴出去的感覺 所以我們一樣把它加上阿 它就會唸成 那個嗤的聲音會比起前面的那個嗤還要來的更明確 最後這個叫做 它是一個硬音 所以請大家記得唸起來變短變硬的感覺 所以它是 那我把它加上阿之後呢 它就會唸成 接下來我們來看下一個子音 這個子音叫做 它也是一個舌尖音 一樣是利用你的舌尖還有上排牙齒 調節中間的空隙所發出來的聲音 它唸作 你們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所以其實它們發聲的位置是一樣的 一個是 一個是 那麼 這個字對我們來說並不難唸 因為中文也是有 這個發音 所以我們現在一樣的把它加上一個母音 加上 就會唸成 從這個字開始我們講的子音呢 就都沒有自首自尾的差別 下一個子音 這個子音叫做 它一樣是一個舌尖音 它發出來的聲音是 所以 它們全部都是舌尖音 所以你的舌頭都會碰到你的上排牙齒 這個字對我們來說也不難唸 因為中文有類似的 這個字的聲音 一樣把它加上一個母音 加上 所以它會唸成 接下來下一個子音 這個子音叫做 它是一個 雙唇音 所以一樣你發聲的時候是會動用到你的上下唇的 它唸作 發現了嗎 這個 跟我們剛剛前面所講的 皮的那一組 它們是同一個發音的位置 它們都是雙唇音 跟 那我們現在一樣把它加上一個母音 加上 就會唸成 再來下一個子音呢 叫做 那麼這個子音呢 跟母音放在一起的時候 它是不發音的 下一個子音長得像一個帽子有沒有 這個字叫做 heel 那麼這個字你就想嘛 它長得像帽子 英文的帽子叫做什麼 hat 那麼hat是一個 的聲音 所以它就是發 所以它是一個喉音 也就是在這個喉嚨的這個地方 當你在發 的時候 其實你會覺得是從這個地方發出來的 卡彈 然後那個 有沒有 或是韓國人很喜歡發出 的這個聲音 就是在這個喉嚨的這個位置 所以我們現在一樣把它加上一個母音 加上 you 它就會唸成 hyo hyo 以上呢就是子音的2020版 應該有比過去清楚一點吧 如果沒有的話那就是 只能這樣好不好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這支影片的話呢 請記得幫我按讚訂閱 還有把這支影片分享給你身邊 正在學子音的朋友 也不要忘記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最新的通知哦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安妞 就是一個要讓茂克風 茂克風是什麼 還要把這支影片分享給你影片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這支影片 嘖嘖嘖嘖